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的有机农产可以说是远近雌民 细数去年的咖啡系列活动 从回南好咖到首次发送咖啡护照 逐步建立花莲精品咖啡的品牌 上海的超级格尔治贸易公司的董事长陈光布 近日是拜会了县长徐生蔚 和农业处以及咖啡农友 共同商谈未来咖啡的产业 期望能够携手合作打造属于花冬的咖啡品牌 上海超级格尔治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布 近日拜会花莲县长徐生蔚 与农业处及咖啡农友 共同商谈未来咖啡产业发展 并细数去年花莲咖啡系列活动 从回南好咖到首次发送咖啡护照 逐步建立花莲的精品咖啡品牌 并打出知名度 董事长陈光布表示 花莲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 纯净的水也应育出优质健康的农产品 而瑞穗香为产茶故乡 蜜香红茶更是声名远播 加上近年花莲推广咖啡不遗余力 因此来共同商讨花莲优质咖啡如何继续稳健扎根 也以自己的经验谈论台湾近年的黑金产业发展 期望能携手合作打造属于花冬咖啡品牌 县长徐政卫提到 世界三大饮料分别是咖啡、茶叶与可可 咖啡更是世界交易量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贸易期货商品 全球有15亿以上的饮用人口 这不仅是全球商业契机 更是花莲咖啡产业契机 过去花莲县府举办有关咖啡领域培训及一页结合等课程 让青龙不但能自产自销 更能在社群行销中提升竞争力 此次的拜会希望未来瑞瑞香咖啡产业持续发展 让花莲精品咖啡产业稳健成长 让世界的咖啡业看见花莲 让花莲的咖啡品牌打入国际市场 记者长邦彦、花莲师报导